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會來同大家提一下博彩中介人的牌照的續牌情況。 根據澳門博監局的資訊,現在有75個博彩中介人申請牌照續期,有42個獲得續期,有29個在等他們交資料。 因為在2021年12月持續有幸運博彩成批公司即博企向博監局更新同他合作中介人名單,所以因此博監局於1月26日將柴備文件的46個博彩中介人準定名單按法定要求先行公佈,剩下20個就等當事人柴備文件後博監局會依法處理。 而今年的46個中介人牌照中,其中有42個是以公司名義取得,個人名義有4個,與去年比,去年有85個中介人牌照,是少了近半,現在未計補資料。 保資料的批可能是續不到有機會,除了太陽城是不在名單之內,其他有部份是在賭廳的比較有名氣或有規模的賭廳,包括行星、聖景、保城、行運星等都沒有獲得博彩中介人牌照。 其實這些賭廳不續牌其實就不是政府篩走它,主要就是因為博企不願意寫推薦信,沒有推薦信,所以就續不到牌了。 再加上其實以澳門現在的市況來說,那個情況都是比較困難的,你想下,你無得放貸還可以怎樣做呢? 再加上你現在或未來是不可以承包博企入面的桌子或是部份場所、部份區域,這樣來說已經是做不到賭廳的了,基本上你是廳主要落場做達馬才能經營得到的了。 如果是這樣的牌還有沒有需要在這裏呢?很多這些賭廳其實在海外都有他們的市場或是廳在這裏,他們亦都有機會走去外邊發展。 所以我估計這批廳有機會在未大蝕之前就會撤走的了,沒有生意,其實留了牌來也沒有用。 還有大陸那邊的收法又是禁止境外賭博,是禁止宣傳境外賭博,這樣的話,那群賭廳還可以怎樣去找客呢? 我們現在再看回,其實龍頭那幾間賭廳全部都是逐賭牌的,就好像德進、巨星、黃金和麗進這些都是逐賭牌的,一共有46個。 給他現在逐賭牌又如何呢?未來博彩法修完,我想都是沒得做的了,現在澳門大部份賭廳都已經關閉了,還可以玩什麼呢?還可以賺到什麼錢呢? 員工也是大部份遣散了。 所以這個牌其實逐來都叫做有個牌在這裏,可能你再下一年,2023年是未必做得到牌的,因為你無作用,找不到什麼生意,賭場方面也未必會跟你寫推薦信合同。 我們再看回,其實由2016到2017期間,博監局發出博彩中介人牌照數量是有101到120個。 2020年以公司認識登記的中介人有85個,個人登記有10個,2021年發牌情況也有所萎縮,以公司認識登記的中介人有76個,個人登記有9個。 其實單單是由博彩中介人的牌照發出的數量來看,都已經看得到,澳門其實是由2015年開始,我們的賭廳業務是一直萎縮的了,到現在已經萎縮到,只有26個是做到牌的了,還有29個,不知他做不做得到,現在發賭牌的只有這麼多。 如果是這29個都做不到,即是說是博企不肯跟他簽協議了,即是說由2016年開始到現在,整個賭廳中介人持牌的已經剩下不夠一半了,同當年相比。 我相信下年逐賭牌或願意拿牌經營這個業務的人只會更加少,因為你可看得到,你是賭廳、衛生場全部都是要正規化經營。 這部份亦反映了澳門現在的賭業的情況。 不知是疫情結束後,澳門的賭收,還有無機會回到好像之前那樣一年有3000億左右呢? 這其實是一個大的問號來的。 我們今集就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講的話就記得下面留言咯,我們就下集再見咯。 還有,記得就是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咯,拜拜!